在娱乐圈里,明星从相恋相知到共同步入婚姻殿堂是一件幸福的事 但是娱乐圈还有一些明星,抛开工作,他们更希望生活是属于自己的 因此他们大都不愿意公开恋情,从而选择成为隐婚的一份子 而这位明星正是如此 他就是钟翰良,粉丝们称他为小蛙 钟翰良生于70年代,相信他是很多80后和90后的童年男神 换句话说,是用看着他的作品长大来形容,绝不夸张 说到钟翰良,大家都不陌生了 钟翰良是娱乐圈里非常有知名度的实力派演员 除了是演员非常出名以外,他还有一个称号也是非常的出圈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帅气 1973年出生的他,如今已经有46岁了 但是依旧像是20多岁的小鲜肉一样 因此他也获得了一个不老男神的称号 虽然说的人气和流量比不上当今的许多流量男明星 但是还是有不少忠实粉丝的 而如今正在热播的《这就是街舞》这档节目中 他也是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更是让很多的网友们对他眼前一亮 在这档节目中,他是队长的身份 可以说是对自己的队员非常的尽心尽力 钟翰良其实出道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钟翰良出生于中国香港 19岁出道签约香港无线电视台 在21岁的时候发表首张专辑O.R.E.A 连续两年被评为台湾十大最受欢迎偶像 在歌坛获得一定成绩后 他在25岁的时候将工作重心转到了影视行业 凭借谍战剧一触即发 获得了第26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观众最喜爱男演员 和第9届中国精英艺术节最具人气男演员提名 成为精英史上第一个入围该奖项的港澳台演员 并最终获得了首射观众喜爱的港澳台演员奖 成为第一位获得国家级电视奖的港台演员 但他出演的第一部作品却是流星花园 他在里面饰演一位走出来的渔民少年 后来在电视剧《逆天寒》中的扮相 更是惊艳了观众 而且凭借着何以生肖默中的何以琛的角色 成为了国民男神 众所周知 没有几个明星出道都是一帆风顺的 钟翰良也是其中的一位 在出道的时候父母不理解他 结果在当红时被公司血藏 为了生活去给张国荣、梅艳芳等明星伴舞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今天的成就 可以说他之前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然而对于现在的钟翰来说 一个明星人气热度非常的高 拥有的大批量女粉丝 最受人关注的还是他感情方面的问题 其实他感情方面的问题 不论是粉丝还是网友都非常关心 毕竟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但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是 钟翰良结婚其实已经有16年了 很多人都认为 钟翰良会找一个娱乐圈里的人 两人会有更多的话题 却没有想到他的老婆其实是个圈外人 但是也不得不感叹 在结婚16年期间没有露出一点消息 藏得非常的好 在2012年的时候 钟翰良就结婚了 妻子的名字叫做谢一画 最近有网友发出了他老婆的正面照 真正的颜值可以说是让所有的网友们 都非常的惊讶 不禁感叹 难怪保护得这么好 其实钟翰良的老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服装设计师 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了 拥有自己非常棒的事业 通过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她的颜值也是特别的高 眼睛特别的大 是一个才华及美貌及于一身的女人 钟翰良的老婆其实是比她小 但是也已经40岁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皮肤保养得真的非常的好 特别的紧致 也特别的白 整个人看上去状态都非常好 更有人称 其实她的老婆是非常注重保养的 年轻也是很多人调侃 原来都是妻子的功劳啊 让钟翰良如今保养得这么好的 依旧还是男神的样子 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是怎样看的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评论